认真公论,从不漏球,大家好,我是还没有等到暴雪篝火预告蓝铁的琉璃 这期视频是安黑四第四赛季固定更新内容的第一期介绍 主要内容是地狱狂潮玩法的改动 在暴雪设计师拟人化的进步之下 这一玩法已经从只是为了门票立行公式的交公粮环节 变成了紧张刺激的多人御动 也是前中期我们最为主要的刷装和炼击区域 刷boss的门票虽然从体验上变成了附赠品 但数量上比这个赛季多了三到五倍 主打的就是一个亮大广宝 接下来我会按照屏幕中的顺序 为你依次介绍地狱狂潮的玩法和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内容均为PTR测试得来 具体的情况还得以正式服为准 不过狂潮的变化应该是不会大改就是了 考虑到看这期视频的朋友可能是最近才入坑的素人 或者早期FK的老手 所以先让我们花20秒简单了解一下地狱狂潮 这是一个每小时整点刷新的世界事件 期间的屁股之地的部分区域会变成红色 我们踏入其中就会遇见一些相比普通大世界更强力的怪物们 在其中击败他们就可以获得余境 而花费它就可以开启区域内刷新的箱子了 这个箱子会根据我们花费余境的不同 提供装备药水 还有格力高烈的专属门票钢铁 在第三赛季中 我们主要就是为了钢铁来刷狂潮 足够效率的BD大概只要半小时左右 就能开完狂潮最高兽益的钢铁箱子 然后再等下个整点狂潮刷新再去打了 而在第四赛季中 狂潮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首当其冲的就是刷怪模式的改版 在新版本中 我们踏入狂潮后 天然刷新的怪物密度相比S3是要高很多的 你甚至可以看见屏幕中这种 七字精英聚在一起开会的情况 同时 屏幕的右上角还新增了一个怒气条 在狂潮中战斗 打怪甚至开箱子都可以积累这个进度条 它一共是有三个小段的 每积累满一个小段 都会在屏幕中间提示你地狱大军的精神状态 并且直接刷一波怪到你的角色附近 随着地狱大军的精神状态 从发怒到极怒到怒气滔天 刷新在角色附近的怪物也会越来越多 而地狱大军怒气值满之后 会直接传送好几波怪物来你附近 几波累积起来得有一到二十只精英怪了 密集到会让你的屏幕只剩下怪物的血条 而在这个过程中 怒气潮会快速下降 直到最后的特殊精英魔艺的登场 它呢代表着一轮爆发的结束 并且会概率掉落专属的心脏道具 PTR在装备成型之后 这个机制会让人刷得非常爽 因为只要你有一定的战斗能力 你附近的怪物就会越打越多 而这些怪物给我的感觉 就好比是KFC农场里的鸡啊 每周四自己都会洗漱干净 剃光羽毛一样可口 以至于最后的魔艺 虽然会在传送过程中露出坚毅的眼神 但熟练的流浪者已经开始笑了 在PTR中 这个机制还存在重叠现象 也就是说 只要你附近有玩家存在 不管你跟他有没有组队 你们的怒气条都会上升 并且呢 他人怒气槽召唤的怪物 也能给你提供怒气值和掉落 所以 只要我们和其他玩家贴在一个屏幕位 完全可以在一个地方刷到狂潮退去 而最容易把大家聚意在一起的 就是区域BOSS鲜血侍女的召唤点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魔艺之外 我们在狂潮里完成事件 开箱 都有概率获得召唤他的心脏 你花费三枚心脏 就能开启一次召唤事件 事件开启之后 整个区域内的玩家 都会在小地图上获得一个闪烁的提示 鲜血侍女呢 就会在几波小怪刷新之后降临 这是一个在前期打起来非常麻烦的BOSS 体感打起来比世界BOSS还要更难一些 他不仅会随着血量的降低强制转阶段 还会召唤一些特殊的强力精英 以及施加一些高伤害的地板效果 而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人群的密集 总会有人惹怒地狱大军 开始无限制的召唤怪物 如果人数够多的话 打完一波掉的心脏 正好就可以开下一波了 甚至可以让我们在召唤点这里刷上一个小时 这个事件产出鱼镜的效率也非常高 大约四到五名玩家凑一起刷一轮BOSS 三分钟就能产出200左右的鱼镜 如果你刷得太过拼命的话 会很容易出现鱼镜太多了 开完了所有箱子 还剩下几百梅花的情况 以上的改动 对于喜欢聚在一起刷怪的玩家很合适 而对于喜欢一个人到处走的都狼玩家 在地狱狂潮中到处走探索地图也很不错 这样的收益主要在于地精和水击小人了 PTR中狂潮区域的地精刷新率非常高 除了它之外还有一些独特的小事件 比如说运送一波鸡丝料到底附近的坑道层 以及这个用来摇奖的小人 你和它互动之后 它会随即变成地精精英甚至一个专属的神秘箱子 这个只需要五十点鱼镜就能开的箱子 可以提供给我们大量的装备 还有BOSS门票和心脏 PTR期间我们在组队状态下 只要队友在箱子附近 就可以通过回程来重置箱子状态 进而无限制的刷925太古按金和门票 除了地上部分外 狂潮区域中的地窖也有惊喜等着我们 PTR期间在狂潮的地窖中 我们完成事件之后 可以有概率得到一个独特的药水 以及一个专属的脑子消耗品 它可以让狂潮的怪物等级提升 让我们获得更好的战利品 不过我拿到之后 过了十几分钟 它就莫名其妙在我背包里消失了 很可能是被僵尸博士偷走了 有在PTR用过它的朋友可以说一下感想 最后是狂潮区域的整体收益 由于现在95级的怪物 它就必定能掉925装备 所以在我们的角色达到92级之后 狂潮区域内掉落的装备 它只要辞最正确 就能作为毕业装备使用了 如果只拾取暗金和传奇装备的话 在召唤区域内 我们打满一杯包装备只需要10分钟左右 而鉴于暴雪在PTR里 有100%的额外传奇掉率 正是乎打满一包传奇 很可能要半个小时左右 但如果你要拾取黄装回程分解的话 估计4到5分钟就可以回程一趟了 而算上开箱子的话 我们获取装备的效率很可能就要翻倍了 不过总体上说 它刷装备的效率还是不如大明镜的 但其他方面 比如说药水和门票的收益就很高了 南都4的怒气精英和魔艺 都会概率掉落药水 狂潮区域里我们打一趟能减十几瓶 而狂潮的箱子还会给我们提供钢铁门票 召唤的鲜血侍女可以提供提存鲜血 区里的地精和一些其他事件 包括精英也有概率掉落门票 PTR开服的时候 我组了个四人小队 刷了一个小时狂潮之后 我们获取的门票需要我们连续打半个小时 才能消耗完 自己一个人的话算上跑图 估计也得打上十几分钟才能消耗完毕 这还是没有赛季玩法 提供额外瓦尔森门票的情况 希望正式服上线也能维持这个调律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注意这个地狂潮的改动并非是赛季专属 而是A14上线之后 就作为永久性的改动保留 我是希望明天就能看见 A14赛季主题蓝铁的琉璃 下期视频应该会聊一聊PTR期间 各个职业最强力也最可能挨到的玩法 所以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各位拜拜